猫指尖炎用红霉素软膏 赵一强职业寿医师 红霉素软膏具有一定的抑菌消炎的作用 是可以涂抹在猫咪指尖炎的变造部位的 但是因为它的效果不太好 因此一般轻微的指尖炎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治疗 如果病症较重 那么使用红霉素软膏后 可能无法让指尖炎痊愈 并且容易复发 通常当猫咪患有该疾病后 还是建议使用一些宠物专用的外用 一均消炎的凝胶一天使用两刀四次 将凝胶涂抹在猫咪指尖炎换处即可 或者方便就医的话 及时带到专业的宠物医院检查确诊 对症用药治疗 当猫咪患有指尖炎后 建议主人给猫咪佩戴伊利莎外圈 防止猫咪铁饰指尖导致病情加重 中文字及分架乎炎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